Hello 大家好 這次是我第一次來到香港行山 我們今天就行大東山 今天我找了一個很有經驗的朋友 他已經行了很多年山 他來帶我行大東山 我們現在就會在白宮爭這個氣泊店 我們現在快點去看看路牌 風黃京 我們現在在... 這裡 現在走了五分鐘了 很久沒做運動了 現在有點喘 我們繼續向山行 我們這座山就是大東山 後面那座山都是大 後面這個就是鳳凰山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大東山已經比鳳凰山容易走很多 我已經出汗了 繼續努力 原來剛剛走上來的路是這樣的 我還在說上面的路很陡前 原來下面也是這樣的 然後我已經看到海了 剛剛還在山 現在已經是海了 你看 我還在問那個... 是不是山頂來的 不是 我以為你覺得真的是山頂 不是 我們還沒看到那個山頂的 繼續走 是 我們現在就要挑戰這一條小斜路 了無以外就是這條小斜路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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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之後呢 就會去到山頂 現在走不到 走了三分一 不止三分一 對嘛 還是山頭也有兩個 路啊 哇!共三分一! 差不多了 走到了! 坐了兩分鐘 剛剛才看到一個外國人 他說almost done的,明明 你不是騙我嗎? 每個人都說almost done的 他說almost done 然後我就ok 就在心裡輕鬆了 現在這個天氣行山很下雨 都蠻好的 走到差不多了 有一兩陣風吹過來很涼爽 其實保持著都涼涼的 他臉都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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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 我剛剛才走到山頂這個位置 由於今天帶雨去 我們走到這裡 師父說走上去 這個位置就是宮頂的位置 其實那個山頂就是在這裡 不過現在太多運了 好像有點危險 所以我們現在就不走上去了 現在幾點啊 現在兩點鐘 我們剛剛算是幾點鐘出發 12點鐘出發 即是我們走了一個小時 20分鐘左右 剛剛看電話的天氣報告說 三點鐘會有太陽 我們可能再坐一會看看 是不是太陽會不會看到下面 他們說如果看到下面的景 是很漂亮的 今天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看到 走上山頂 然後突然看到一間屋 覺得超恐怖 我剛剛問師傅 原來這間屋是以前的全教師在這裡睡覺的 看看這個牌子 我們剛剛在白宮坳那裡走上來 走了二分之一公里 用了四分之一個小時 計算一下 但是剛剛奉用了這個時間 上去山頂這個位置 向另一個方向走 就會走到南山 還有四公里可以走 但我不會再走 我會走到白宮坳的山腳 由於今天太陽 真的很可惜 因為根本看不到大東山的景色 因為聽說大東山的景色是很漂亮 上台山頂看 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再來 這次是我第一次行山 然後中間走一半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很累 不過會有一點想放棄 因為對於前面未知的東西的時候 還是會有些想放棄的念頭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到 你不知道前面還有經歷什麼 但其實走到上來 又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辛苦 這個過程也挺舒服 因為平時在日常生活中 根本就沒有時間可以讓自己 這麼寧靜一下 清靜一下 所以我也挺喜歡行山 好穿得可以 我已經默默地睡了很久 等到鼻水都流了 太陽也是沒有出來的 好冷啊 我們現在慢慢走回下山了 好冷啊 我快點 好像小胖婆一樣 終於走完了 我們用了應該兩個小時的時間 把這個山走完 今天就走完了 我們就回到這裡了 這次這個山是一個少少的經歷 我第一次在香港走山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經歷 要來行山 記住記住 一定要找一個有經驗 或者可以照顧到你的人陪你走 如果不是自己一個 或者跟不認識的朋友走 其實會有點危險 所以記得記得一定要找一個 認識的人陪著你 那就應該會沒問題 自己注意安全 那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這條片記得給我一個like 還有留言告訴我 旁邊的山是特別容易走 特別好走 特別漂亮的 下次我有機會再去走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